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悠 歡迎收看二郎遊戲 Another Game 這是新出的遊戲 我在看那個日本的實況主 就已經在開始實況這款新遊戲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他的二郎遊戲要一再一再的更新呢 到底又增加什麼樣的劇情 而且還增加很多人物耶 據我看那個推特的訊息的話 好像增加三個人物 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我們開始遊戲吧 喔 還有 感謝大家的訂閱 我的訂閱者終於衝到一百多 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也知道我的觀看數一直以來都還蠻低的 從以前觀察到現在 我的觀看數也越來越多 也有到百 也有到 也有到五百多個 我就覺得好開心 還有道歉 我就覺得OMG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至每一位玩二郎遊戲Nada的玩家 本作是以二郎遊戲的故事為基礎 打造的 Another Story 二郎遊戲是本系列的正片故事 本作在正片基礎上追加了一些正片沒有出場的新人物 故事內容有著與正片的二郎遊戲不同的情節 請玩過正片的玩家 將這個遊戲當作全新的二郎遊戲的世界吧 同時推薦大家在正片二郎遊戲通關後再來玩本作 以獲得最佳體驗 沒玩過正片的玩家 沒玩過正片的玩家 可以在章節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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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二郎遊戲 那麼 請各位 好痛 原來如此 原來我馬上 要死了 啊 又被火燙傷 但是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 京都內某處 精神科醫院 唉 保安的工作真的好麻煩啊 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 工資卻這麼低 真是幹不下去了 唉 今天也沒什麼異常的情況 也沒必要一直巡邏了 去抽根煙休息一下好了 喂 這怎麼回事啊 你這傢伙是哪裡來的 你 果然沒變了 什麼 這話什麼意思 啊 首先 解決第一個 下一位是 欸剛剛精神科醫院 應該是米生優先被幹掉 怎麼會是 小島劍呢 啊 明天的案子 是大型企業社長的 私用公款問題 如果能順利解決的話 我就能拿到 不菲的報酬 一定要贏下 這場官司 咦 這個人 是什麼情況 難道說是不法分子 你所做的事 真的是正義嗎 欸 你 你在說什麼呢 啊 啊 啊 他在光天花日之下做這種事情嗎 沒有人來阻止嗎 接下來 到那家伙了 欸 我呀 為什麼要繼續做精神科醫生呢 明明都不知道 該為了什麼活著了 嗯? 是野貓啊? 過來,過來 誰要過去你那裡啊? 話說 你是為了什麼而活呢? 我是為了你的食物而活的 找到你了,米森佑 你是最後一個人了 你,你是哪位? 不知你毀掉了 多少人的人生 米森佑 我絕對不能原諒你 那,那是,那個是 住,住手,快住手 不要過來 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他前面做了什麼動作 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湊齊了 欸? 擁,擁,擁,擁擁,擁擁絲 擁擁絲呢? 突兀拓延呢? 雙月雪城呢? 新春光呢? 終於能向這些傢伙復仇了 我現在是誰啊? 難道你就是把我帶到這裡的犯人 跟前面的 前面的內容一模一樣 可以跳過嗎? 可是我好像也沒有實況過 大概和你的情況是一樣的 原來如此 那你知道目前的情況是怎麼回事嗎? 這個我也不清楚 你是不是害怕在昏暗的情況下 調查會受傷啊 呃,我害怕 這麼暗的地方 說不定藏著什麼機關呢 那,我自己先去找囉 謝謝你 不,不能幫忙 真的很抱歉 沒事 我完全不在意 這應該是深美笑講的話吧 等你做好心理準備後 再和我一起找就行了 呃,謝謝 你,還要逃跑嗎? 畫一落地的一瞬間 時間也跟著一起凝固了 還要逃跑嗎? 她卻是這樣說了 還要逃跑嗎? 這是我這一輩子都不想再聽的話 莫非,這女孩了解我的過去? 了解我不願意再去回想 逃避了無數次的過去 但是,不管怎麼想 這種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恐怕是她在對 一直閒著沒有幫忙的我發火吧 我,我才不會逃跑呢 我現在就幫你一起找 說吧 我便慢慢站了起來 開始尋找燈的開關 按理來說 只要摸著牆邊走 一定可以找到 瞬間 光明就填滿了這個房間 刺得我眼睛睜不起來 不過我還是能看出 我的面前有一道門 總,總之 人順利開燈真的太好了 這裡好像有一道門 我們出去看看吧 那少女沒有回答 我姐姐習慣了房間內的光線 開始尋找少女的身影 但是除了我以外 房間裡沒有任何人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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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月學成20歲 1月3日生日 1月3日生日 167公分 非常普通的大學生 性格謹慎 謹小 謹小慎為 平常有點陰暗 對自己沒有自信 是這個遊戲的主人公 欸,等我一下 我去喝杯水喔 不過話說回來 他這次的遊戲呈現是橫向的 欸,幹,橫向的 欸,對,對,還是橫向的 跟... 之前那個... 絕望監導的時候沒有變 好,關閉 繼續玩 我剛才的確有和某個少女對話來著 剛才的聲音到底是誰啊 算了 還是快點離開這裡吧 只有光明所在之處 才有讓你走出此房間的鑰匙 啊? 光明所在之處 有開門的鑰匙 光明 指的是這個房間裡 最亮的地方嗎? 總之,先找找看吧 我們有17顆星 我看一下 體力 體力券 跟之前一樣 跟之前一樣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的主人狗又變為燒月雪城了 好,好開心啊 燈裡好像有什麼東西 這是鑰匙 從電燈裡發現了鑰匙 鑰匙怎麼會在這裡呢 啊,我懂了 只有光明所在之處 才有讓你走出此房間的鑰匙 所謂的光明指的是電燈啊 好,快點開門出去吧 出去了 那突然覺得幸好我 二郎遊戲開始都還沒有錄整篇的內容 因為他的 他的前面幾乎都一模一樣 這也要花我一個體力 他開門也要花我一個體力 欸,不一樣的場所欸 這,這裡是 啊,終於來了 出現在我面前的 是比剛才的房間更寬敞的大廳 和庶民陌生人 你也是被什麼人 強行帶到這裡的嗎 是,是的 看來 我們所有人都經歷了 同樣的事情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們也不清楚 你問了也沒用 欸,這個畫面有點頓頓喔 不好意思 大家醒過來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被帶到這裡囉 是這樣啊 這樣的話 這剩下最後一道門沒開了 哎呦 這個就是 這是誰啊 這個叫 悠奇雅之 什麼 悠奇雅之 是啊 面對有一道緊鎖著的門 難道說 最後一位 就是抓我們來這裡的伴侶 不,不會這麼巧合吧 這個是誰 琉璃川 哦 他們有跟我說 那個有一個評論 好像有說 這個角色很可愛 根據流程來看 有可能喔 在RPG中 這可是王道展開 這些人到底在說什麼 啊 好像打開了 出現了 怪養我們都犯了 哼 這是愚蠢的推論 赤村 翔馬 終於打開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你 你就是帶我們來這裡的伴侶嗎 啊 我聽不到你的意思 看起來也是被突然帶到這裡的人 原來如此 話說你們是誰啊 很遺憾 我們和你的情況完全一樣 她穿的好露喔 哎呀 是大美女欸 雖然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但請和我一起喝茶吧 這位小姐 你會不會看場合呀 赤村小馬 27歲 生日是2月15日 身高187 跟新春光一樣高嗎 在大型證據公司 工作的白領 外表和煙心都很親服 但工作能力似乎相當出色 是一位貫徹女士優先的原則 重視女士的身世 為人處事的能力 十分令人羨慕 她也是O型鬼 你等一下 怎麼一出現 就說這種不知羞恥的話 這裡也有可愛的女孩耶 什麼 你怎麼說我的話 不會 喂 明明屬於這樣的緊急情況 就不能再緊張一點嘛 緊急情況 是的 我們都是不知不覺 被帶到這裡的 天啊 話說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 你們千萬不要怪我 把這個男生配的很奇怪 這是酒吧的櫃台 還擺著飛鏢 撞球之類的東西 抬球 是不是撞球的意思啊 好有趣的坊間啊 等等 你怎麼看起來這麼開心啊 這個 是不是什麼電視節目啊 把不認識的男女聚集在一起 進行整整骨之類的 那是骨 海棠美榜31歲9月20生日 身高167 精明能幹的女律師 即便是其他律師不願意去接的高難度官司 也不會敗訴 是一位成熟有女人味的美人 原來如此 安在 喔 原來如此 安在電視上 看到過這種東西 我就不太可能了吧 你們看看牆壁 欸 窗戶都被鐵站來封死了 要是節目的話 我也沒過於真實了吧 呃 確實是這樣 那個 2月22日 我被帶到一個奇怪的建築物裡來了 咦 請問 你在做什麼呢 啊 你說這個啊 2月22日是神木綠的生日 我在錄音 欸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是記者 高山政績25歲 6月13日生日 162公分 著名週刊雜誌的記者 擅長寫八瓜花冰的新聞 隨身攜帶照相機和麥克風 性格開朗 為人親切好說話 似乎在年長男性圈很受歡迎 幾乎一模一樣的介紹 算是職業病拔 在意的事情 總是會 事先錄音 當然你們的對話 我也會錄的 畢竟日常生活中 不知道哪個地方 隱藏著大新聞啊 這樣啊 看來你對工作 充滿了熱情啊 唉 沒想到你們在這種情況下 情緒還如此高漲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 想快點回去嗎 琉璃川幽董 18歲 生日 3月9日 身高146公分 話說回來 為什麼輪太陽的敵人 一個比一個還要多 非常喜歡打遊戲的少年 一直在玩遊戲 基本全程無視別人的話 經常給人起外號 戲弄別人 是主人公 不擅長衣服的類型 和這些奇怪的人 待在一起挺可怕的 奇怪 是啊 這裡有這麼多奇怪的人 首先 那邊那個 穿白大衣的 黑衣吧 黑衣 這是我嗎 怎麼看都不像普通的醫生 趕著之前做過很糟糕的事情 我 我是個正常的醫生啊 米生佑 33歲 11月9日 欸對阿 沒有 沒有土霧唾眼 看起來很不幸福的精神科醫生 好像因為崇拜黑捷克 所以留了這個髮型 看上去好像對自己的人生很不滿 一直低三下四的樣子 然後 那邊的靈怡木乃衣也很奇怪 是說我嗎 一毛取人真讓我鎮靜 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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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希希的明天女性 雖然穿著制服 但實際年齡似是27歲 據說是因為年長 據說是因為常年張家裡蹲 沒有勇氣出門買新衣服 每天都最舉辦儀式 最擅長的事情就是占卜 可是 那你是怎麼得到那些違禁品的 然後 是那裡的矮子貓腰 蛤 你說誰是矮子 而且 你不是和我一樣矮嗎 喂 不要無視我啊 哼 你們就不能安靜一下嘛 一直吵吵鬧鬧的 青春光21歲7月8日生日 增高179 IT界高手 編程技術是自學的 隨時抱著筆記本電腦 頭腦靈活直覺敏淚 如果可以的話 不希望他成為狼 很討厭 立刻就依賴他人的人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過 那個新春光的視角故事的話 我真的覺得他又變回那個性格 我很不開心耶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哇 突然就不懂出來 難道是在耍帥嗎 秘密是個 邋遢邋遢的白大衣 你說什麼 什麼都沒說啊 我勸你別太得意忘形了 唉 對你這種突然生氣的人 我也沒辦法 等一下 大家猛吵啦 猛吵 是 是啊 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 不如一起合作 思考逃離這裡的辦法吧 哼 總覺得氣氛很尷尬 我真的能順利和這些人合作嗎 此時 詭異的聲音突然響起 喂喂喂 大家好啊 歡迎大家 來到二郎遊戲唷 期待的快一點 做到 寫著自己的名字的椅子上吧 然而 所有人都疑惑的站在原地 沒人按照不迷人士的命令去做 我只給你們10秒的時間考慮 10 9 8 整個就突然開始倒數了 這 這個 也是電視節目的情節吧 7 6 5 還是先按照 他數得錯吧 喂 這個真的沒問題嗎 現在將對無視規則的人 進行懲罰 欸 突突也來了 他也太慢了吧 下一個瞬間 劇動席捲全身 啊好痛啊 啊 這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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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點停下來啊 拜託了 救美啊 一般掙扎後 劇動停止了 大哥 發生什麼 感覺被捲入相當危險的事件裡 這樣 你們就願意遵從我的命令了吧 說實的 所以開始 好好聽話不行嗎 快 快 快救那個 那 那個是 狼 和羊 大家好 初次見面 我是遊戲主辦方之一 美麗 我是威爾夫 等我講話了 好噁心啊 喂 你對我不做了什麼 我在你們的脊髓神經安裝了 發電裝置 你 你不是開玩笑吧 啊 真的 不知道後面這裡有東西 這 這是什麼啊 硬扯下來的話 你們有可能會死掉喔 別瞎碰 好啦 都給我乖乖做到 帶自己名字的椅子上去 所有人都乖乖的 坐在了對應的椅子上 唉 你們說你們最開始就這麼聽話 該多好 好啦 回歸這題 現在 我們將開始惡狼遊戲 接著 我們的面前 突然出現了一隻卡片 這可是能 左右你們生命的 非常重要的卡片喔 左右生命 這傢伙到底在說什麼 大家和我一樣 帶著疑惑抽取的 自己的卡片 羊 沒有那麼多張抽到狼的人 真的很衰 這 這是羊 我抽取的卡片上 畫著羊頭 剛才你們抽到的卡片 有兩種 一種是羊卡 一種是狼卡 雖然很突然 但是我也要通知大家 抽到狼卡的人 必須殺死一位抽到羊卡的人 殺死 世子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很難想像這是真固的 喂 開玩笑也要是個兒子 在狼殺死羊的12小時後 將召開狼審判會議 大家將在那裡推理 誰才是真正的犯人 然後選擇一人進行處刑 如果處刑的人是真正的狼 那麼就算羊群的勝利 我們將為大家打開逃脫之門 也就是說成為狼的人 如果想活下來 就要不留證據的殺死羊 並進行嫁禍 而央央則要看穿狼的正面目 大開逃脫之門 你們要督上彼此的姓名 逃離這裡 要是狼沒有殺死羊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狼沒有殺死羊 就算違反命令 到時候會無條件的對狼 進行處刑 怎麼會這樣 好啦 所有規則都說明完了 祝大家好運 說吧 叫做威利 和威爾夫的人偶便消失了 可惡 舉辦的人到底是誰啊 為什麼叫不住這種事啊 不 不知道 他說 出席狼之後 就會幫我們打開逃脫之門呢 那麼我想事先問一下喔 這次狼是誰啊 呃 這個 哎 沒人回答也是理所應當的吧 畢竟互相欺騙的遊戲已經開始了 死 死了 大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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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感覺講這個台詞的時候 我也感覺到美笑好像在 假裝自己好像真的有這些口令一樣 大家伙們 不可以被這種黑暗的氣氛牽著鼻子走呀 先一起整理一下現狀吧 說的也對 不了解狀況的話 就什麼都做不了了 的確 讓我們先離開這個房間吧 嗯 這是個令人毛骨手來的房間啊 整體都是粉色的 先來一下 大家能聽我說兩句嗎 如果剛才所說的那樣 我是個員警 你們的安全 將由我來保護 所以請安心吧 小島建大35歲 5月9日生日 身高184公分 高大威猛的刑警 自取責任感很重 發生案件時表現欲亮 發生 為什麼會有那個味道 發生案件時表現欲強烈 是主人公不太喜歡的那種成年人 好像擁有超高的格鬥技巧 要殺成為狼 就是十足危險人物 有員警在的話 的確可以放心 是的 但是 你也有可能是狼 突然跳出來說出自己的身份 非常可疑呢 你 你說什麼 那大叔 你能證明 你不是狼嗎 你 你們 是個兒子啊 好啦好啦 大家不要一上來 就這麼熱血嘛 要是在這裡打個 頭破血流的話 不是正宗主辦幫的下懷嗎 好 飯田輪太郎18歲 12月26日 身高169 完全讓人想不到 他的想什麼 其意義時尚的打扮 和交流方式 是他的特徵 每句話的句尾 都會採用上揚的語氣 雖然總是一副悠哉悠哉的樣子 但提出的意見都很尖銳 時常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你 請 蛤 不要打架 很如相處吧 只要齊心協力 一定能從這裡離開的 身上美肖十九歲 事業三人生的身高一百六十 一口關西腔的溫柔少女 自稱是喜歡節奏遊戲的羽宅族 身上的衣服看上去是在Cosplay某個漫畫角色 性格坦率 經常關係參加怎麼看上去 即便成為狼也無法殺人 說實話 是主人公喜歡的類型 為什麼這些介紹都還要再重新用 你這種Flag的傢伙一般都死得很快呢 Flag 反 反正 何如相處 何路相處 何路嗎 還是和睦 反正和平相處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和平相處 然後還是會殺死我們當中的某個人吧 突突也28歲 11月11日生 身高一百八十一 最近小有名氣的舞台劇演員 出道後不火的狀態持續了很久 態度懶散怠慢 但實際上是 但實際上是直率說出自己意見的人 很容易就會發火失去冷靜 所以還是不要和他亂說話比較好 我覺得大家都不傻 不會真正的去自相殘殺的 但是狼不殺羊的話 會直接遭到處刑吧 是啊 如果那個可疑的人偶說的話是真的 那麼 狼還是有可能會殺死我們中的某人 感覺氣氛變得更加糟糕了 沉默的發呆神也解決不了的各位 我們還是先探索一下這裡吧 走吧走吧 探索好像很開心呢 也好 但是單獨行動是很危險的 大家彼此結伴進行探索吧 探索區域也劃分一下 確實 這麼做比較安全 那我就和雅致小姐一起探索吧 像你這樣的淑女出了什麼事情可就麻煩了 謝謝你為我擔心 但我不會和你一起探索的 哎呀 別這麼客氣啊 我沒有和你客氣 而且 我還不知道你是不是狼 別這麼說嘛 即使我成為狼 也不會殺女人的 這一點就放心好了 到時候 我只會殺男人 喂 還是不要亂開這種玩笑吧 因為你要和我一起探索 什麼 我為什麼非得和你這種狼的大叔一起啊 好啦 快走吧 不要啊 分組過後 我和比較矮小名為神木綠的女孩子 哇 我跟神木綠一起探索 不是跟三美校嗎 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我 我叫雙月雪城 請問綠你是 小學生嗎 你說什麼 我 小學生 對不起 你是初中生吧 我生我弄錯了 誰是初中生啊 我都成年了 神木綠21歲2月22日 身高143公分 在東基度內上學的大學生 性格奸詐小華 不相信任何人 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類型 而且比較毒蛇 雖然21歲了 但外表看上去更像小學生 啊 已經成年了 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沒禮貌啊 對不起 可是怎麼看 都是小學生啊 好啦 馬上開始探索吧 嗯 為了以防萬一 大家小心一些 畢竟在這裡發生什麼都不奇怪 是啊 戴紅帽子的 快點走吧 呃 好的 紅帽子是說我嗎 然後我和綠一起探索三樓 不是跟三美校嗎 那三美校跟誰啊 這裡是 看上去是教室 哦 這讓人們無所難啊 你沒事吧 不害怕嗎 蛤 這有什麼好害怕的 呃 好好吧 話說你這不小瞧我的態度 真是令人火大 別因為我個子愛 就把我當小孩啊 不不不 我沒那個意思啊 綠似乎是個比較強勢的女孩 和她說話實在要注意一些 真是哪裏沒辦法 算了 快調查一下 看有沒有出口吧 嗯 接著我們開始調查教室 我環顧教室 發現窗戶也是用鐵板固定的 不能打開 這裡好像沒有出口 嗯 黑板上似乎寫著什麼 智小楠們 你們察覺到自己真正的模樣了嗎 真正的模樣 這句話什麼意思 難道說 是幫我們帶到這裡的犯人 給予我們的提示 哇 這什麼啊 這怎麼了 綠 你發現了什麼 喂 看這個 啊 這個都有在推特上面上傳過 這些 是我們的照片 甚至 有相當私病的照片 這些都是偷拍的吧 好像所有參加遊戲的人 都有被偷拍的照片 這件事要趕快告訴他們才行 試試啊 和大家會合吧 於是我們回到了客廳 好 好了 調查完了 大家都發現了什麼 一起分享吧 按這邊 沒人找到逃出去的地方 這邊找了好幾次 應該沒給我看了吧 我們發現廚房的冰箱裡 有一些食物和水 不過負責探索的二樓 也沒有任何可以逃脫的途徑 在二樓有一個放著很多武器的房間 有野戰刀 母槍 甚至還有毒藥 就好像在特意告訴我們 使用這個殺人嘛 這個台詞應該是高瞻真竟講的 三樓這邊也沒有任何出口 不過我們找到了一些東西 這是什麼 照片 這些事 這不是我們的照片嗎 真的 而且看上去是偷拍的 連這麼私命的照片都有 我們是被跟蹤的 如果這是惡作劇的話 這未免也太惡劣了 是把安帶到這裡的半人拍的吧 恐怕是的 真是迷已重重呢 總之結論就是 根本沒有直接逃離這裡的陸墜吧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狼狼有可能殺死其他羊吧 現在最危險的地方要是武器庫 為了防止有人把武器拿出來害人 我想來看守武器庫 哇好可疑喔 確實很可疑啊大叔 你們誤會了 我真的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啊 要不 要不這樣吧 你拿好我去看守嗎 什麼 我嗎 可以倒是可以 欸 但是比我體格健壯的人有很多吧 選他們不是更好嗎 因為你是醫生 看起來很值得信賴 能請你幫我一下嗎 啊 怎樣都行吧 謝謝你們 這下就能稍微安心一些了 這兩個人一起看守的話 就不怕另一個人拿走武器了 我要單獨行動 那怎麼行呢 一起行動才比較安全吧 可無法信任的人一起行動才更加危險吧 我會自己保護自己的 又有人力不累了喔 真是勇氣可嘉 是 如果推理漫畫的話 這樣的傢伙會最先死喔 哼 漫畫和現實不一樣吧 唉 總覺得被捲入了麻煩的事情中了 就待在某個房間玩遊戲吧 等一下 你先別玩遊戲啊 一起尋找可以逃脫的方法吧 啊 為什麼我非要做這種吃不可 你不是最想回家吧 燙凡阿姨 你要連我的份也要一起加油喔 燙凡阿姨 你這孩子怎麼這麼沒禮貌啊 好啦好啦 冷靜一下吧 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 一起努力尋找逃脫手段吧 你 你做的對 燙凡阿姨 幾個小時後 我在設施進行內徹底的探索 但還是找不到可以逃脫的地方 也就是說這次的犯人可能不是米生柚 最終 我選擇在三樓的大房間內消磨時間 唉 為什麼會這樣 話說 他到這裡來之後 一直沒有探索 不停的在玩遊戲 看上去 年齡比我小的樣子 一直沉默的話 氣氛很尷尬 稍微找他聊幾句吧 你 你好 你叫 被無視了嗎 幹嘛呀 找我有什麼事嗎 膽小鬼 膽小鬼馬里奧 馬里奧 因為你看上來很膽小 還戴著紅色帽子 不就是膽小鬼馬里奧嗎 呃 看來 你很會開玩笑呢 又無視了 話說 你幾歲了 我憑什麼回答你這個問題呢 呃 這孩子好宅啊 你不想回答就算了 對不起 問了你這些奇怪的事情 哈哈哈哈 好尷尬啊 這個 這種人我也沒辦法 嘿嘿 感覺你不像是能活到最後的傢伙呢 欸 什麼 這話什麼意思 因為你的行動可疑 腦子也不靈光 最重要的是 還是個膽小鬼馬里奧 馬里奧到底是什麼啊 啊 某處突然傳來的被迷聲 好 不能夠時間 喝水喝水 這怎麼回事啊 看樣子 最初的殺人還出現囉 這句話應該是輪太郎講的 欸